这个填写问题 目前16位同学 我们目前的总人 这一班差不多就17个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简单的了解一下 第一个大家的程度 看起来SA班算是 普遍性程度都落在那个进阶 所以大部分应该都有那个VBA的基础 甚至还有两位同学是高阶的 具备有其他的城市的开发经验 那这样最好 因为如果说有其他的城市开发经验的话 那在学VBA应该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因为城市之间其实都有相通相关联的部分 那只是而且VBA当然又更加的简单 所以你在了解我想应该会更快 所以这一班我想程度都还蛮好的 那另外的话学习需要哪部分为主 看起来最多的应该查询系统的建议 其实这个还蛮容易的 因为在Excel里面 第一个要怎么样把它当资料库来使用 那其实Excel本身 它跟资料库的结构其实还蛮像的 为什么 因为纵向的基本上就是它的栏 横向就是它的列 列的话实际上就是一笔一笔的记录 那相对于那个资料库其实是相通的 那当然只是说 Excel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基本上第一个效率还是不如资料库 所以如果说你的查询你需要那个速度快 第二个资料量最多 Excel 2007以后的版本最多是1048576 就大概104万笔是一个工作表的极限 所以如果说你的笔数会超过104万笔以上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考虑尽量还是使用把资料放在资料库里面 然后后面我们会提到就是如果我假设我资料不一定说放Excel 我可以把可以把它放资料库 那这个当然放资料库的话 我要要怎么样可以把资料库 也许可以把资料库资料放过去 然后可以把资料再把它搬回来 或者在里面做一些修改或者是删除资料的动作 也就可以让两边是可以互通的 另外的话要怎么样做查询 其实查询这个不外乎你 当然如果在Excel里面放在Excel里面 可不可以快速的也许下个关键字 就像类似像Google一样 我想要查什么 自动帮我把资料给调出来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资料查出来 那查完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怎么样 把资料放在其他工作表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可以查完 自动把结果产生一个新的资料 自动帮我放到一个新的工作表里面 那要怎么样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并且把资料搬过去 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会提到的 当然你查询的话 还有所谓的单次查询 跟所谓的批次查询 那批次查询就比如说 你那个总表里面 假如那个业务人员好几个 那你可能每一次都要查 假设十个好了 你要下十次条件 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批次 那批次的话 其实只要跑一个回圈就好了 for回圈 for I 等于第几列到第几列 把那个资料把它抓过来 让它去查询 查完之后帮你把资料怎么样 放在新工作表里面 那这样的话 也是后面我们会提到的 所以会有一个单次查询 跟批次查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看后面单元 我有提到 像这边有所谓的批次的 然后再来的话 各位同学比较有兴趣的 跟大数据相关的应用 这个也许我们可以 看后面有没有相关的范例 我们再来提 还有什么呢 输入自动化与资料库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会签输入自动化 比如说你今天要让人家 方便输入 除了说直接在以色尔上面输入 不过以色尔上面输入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它会乱输入 会造成你很多的麻烦 该输入什么资料 可是它却不输入什么资料 或者资料形态不正确的相关问题 所以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部分我们会用表单 比如说限制它 这个框框里面 你只能输入什么资料 比如说我希望你输入五个资料 你就输入五个 那形态的话 对不对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然后再来也许就是输入完了资料 还可以再把它跟资料库做连结 所以这部分的话 也许在第二个单元 我们就会提到怎么样跟资料库做串言 然后其他的话要哪一些 东西比较有兴趣 好像跟云端跟网络下载这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的重点 大概这一些 好 那再来的话 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都是希望能够 借由学习VBA提高工作效率 其实我们开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 也是希望 你学会工具之后 你的工作就会省掉很多的时间 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可以用很少的时间 可以把事情解决 那有些人你会发现 他好像很忙 一直很忙 但是一直在加班 可是他为什么做起事来的那个结果 就感觉好像没有 没有在做 是他突然吗 其实我觉得关键点还是会不会使用工具 那也是我们VBA这个开设的目的 OK 所以这个大概了解一下 另外的话 我每一次上课也会帮各位录影下来 如果你需要我们上课录影的话 当然底下有个email 除了你可以留email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 未来我也会放在教学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除了说 这个可以加入之外 就是说除了可以刚刚填之外 另外的话也在 我把它改一下 应该是应该是97才对 OK 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你也可以选择把它把它加进来 就是再自行加入这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我没有对外公开的 所以你加完之后的话 他每一次上课 我会把那个影片自动会转信到你的形象 跟那个入门班是一样的方式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一次第一个单元 所以待会也许我们按部就班 那当然第一次上课 我还不确定是不是每个同学都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也许我们再来看一些 前一个单元也许没有讲到的几个题目 比如说像这个103这个 请各位待会从这边下载 按右键下载或者是你把它点开来 上面一样有个下载 下载这个103 其实这个题目就468招那个题目 那里面的话呢 你请你把这个题目打开 我大概希望得到几个答案 这个答案的话 当然不外乎就是说 这个原始资料里面 我希望判断什么呢 这个原始资料里面呢 它到底有几个数字 几个非数字 这个第一个问题要怎么做 判断几个数字 是数字几个 不是数字几个 那这里可能会牵涉到几个问题 如果用函数来做的话 函数 那你可能要知道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我要怎么知道 每一个字元 到底是不是数字 那是不是数字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一个函数 在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在文字里面 它会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叫core的这个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主要就是说呢 它可以帮你抓到文字字元里面 它是在ASCII code里面的哪个位置 那如果说我要知道它是一个数字的话 基本上你必须在ASCII code里面的哪个位置呢 该知道ASCII 那如果你对这个比较不熟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边我应该有放个对 那个ASCII 或者你打ASCII的那个关键字 这就是ASCII的内码表 那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个数字的话 它一定是在这个range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内码表 里面的48到57之间 就这个range 所以你比如你call 假设如果你插入函数的话 你按确定 选这个嘛 它会告诉你69 那为什么是69呢 按确定 意思就是说 它会帮你抓到什么 抓到第一个字 特别说 这边是Excel第一个字 它只会抓第一个 如果你有五个字 它只会抓第一 第一个字 但是它的内码 是在ASCII口里面的哪个位置 所以你如果抓到的话 你可以看到1 那1大写1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在这里对 那它的实境位的位置 就是69 所以要把这个抓 那那个call 只会抓第一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抓第二个字的话 那你可能要配合什么 也许你把它切第二个字 再call OK 它只会判断第一 所以你给五个字 它也会抓第一个字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要一个字一个字 把它分别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的话 再去判断 它是不是一个数字 是的话就把它加起来 不是的话也是把它加起来 所以会有数字跟非数字 所以当然几种做法 你可以用Excel里面的函数 第二个的话 你也可以用VBA VBA的话就比较快了 按个按钮 按一下就全部都帮你做完了 或者是你可以制定一个函数 什么函数呢 也许可以 留下数字 各数的函数 或者是非数字 各数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也会自动跳出那个字 函数 你也可以马上可以得到那个结果 不过留下数字跟留下数字的个数 好像没什么意义 一般可能工作上比较需要是 我希望把这里面的数字 我希望把这里面的数字帮我显示在这里 英文显示在这里 中文显示在这里 就是把它分开来 不同类型的资料帮我分开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做法 跟入门班一样 第一个你想想看 有没有内部的函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有 就是有了 那只是要怎么做呢 第二个的话 要怎么把它最后做出来 其实 当然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要放这里 就会有一个什么 参考的答案告诉你 这里面会用到几个函数呢 call 那因为它切字串 me 因为这个地方 要把数字加总起来 会把它上 那ifl因为它跑的阵列数 太超过它总数 所以后面会有发生错误的问题 所以要ifl过滤掉 如果有发生错误 转换成零 最后的话 因为要把它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要有个大瓜糊 这个大瓜糊不是装饰用 也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你要用ctrl 2加enter 这个意思就执行阵列 那在VBA里面的意思就是 跑一个回圈 回圈范围就是从头到尾 帮我跑完 那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下载 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 自己玩玩看 如果不行的话 待会我们来解说 所以会有12345个分别完成 那后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可能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用函数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用函数 反而更麻烦 为什么一串 全部要做对 恐怕不是简单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 那如果用VBA的话 会不会更简单 其实VBA的好处是什么 你可以不需要这么辛苦 把所有的公式 只能放一行 因为在ESAO里面的缺点是说 它一个格子真的就只能放一行 你的叙述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像VBA看 城市可以下很多行 相对的 我觉得反而 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用内建函数来解这一题 反而比VBA还要更困难 相对的 这一题用VBA来解 有时候反而看起来还比较简单一点点 OK 那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大概会需要到四个 四个函数 第一个是Core判断那个字元 它是不是在那个什么48 刚刚那个Range 48到57之间 如果是的话 那表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数字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要一个字一个字切 因为它Core只会抓第一个字 所以变成怎么样 你可能要用密的切第一个字 切第二个字 切第三个位给它 然后呢 去让它判断 是不是47到58之间 是的话呢 那就是多一个字 不是的话呢 就是少一个 就是0 1跟0 最后把它加总起来 我想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也许先思考一下 这个题目等于是 入门班的再更进阶 OK 这个入门班好像我有提到 只是我们没有讲到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待会就来 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地方 该怎么